印度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度 我们都知道印度透过 《平民百万富翁》这个电影的描述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屏幕差距非常严重的社会 但在这社会里程 每一年竟然有八万多名的孩子离奇失踪 这些失踪的故事 或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命运 但是我今天介绍这本书 是一个真人真事会赚人热泪的小说 书名叫做《漫漫归途》 这本书的作者萨鲁 他在五岁那一年跟他的哥哥离开了家乡 当时他们坐上了火车 没想到到了目的地之后 因为萨鲁年纪很小 半夜他想睡觉 于是他哥哥先帮他安置在月台上 萨鲁一觉醒来看不到哥哥 非常紧张 所以他就踏上了火车 而这火车居然带向他离开了家乡 长达25年 在这25年的过程当中 萨鲁算是非常幸运的印度失踪小孩 他有幸被澳洲一对善良的服务所收养 但是这25年来 他在异地快乐成长日子 并没有让他忘记那个贫穷 肮脏 以及充满悲伤的印度这个家乡 于是25年来 他一直想要回到他的家乡 在25年之后 他透过了科技的一个导引 虽然那时候童年的记忆非常的破碎 而且也不能够清楚记住自己家乡的名字 但是他也透过了Google Earth的帮忙 他顺利回到家乡 而回到了印度 是一个他陌生又是熟悉的记忆 在那边他以为他会看到他的完整的家人 但是在那边他看到他的母亲 他母亲等了大概25年 这25年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母亲 他说他一辈子都不想搬离开那个破碎贫穷的家 因为他觉得有一天萨鲁会回到他身边 所以当他们母子再次相聚的时候 萨鲁母亲说 他油然被雷打到一样的感人 因为他觉得那一天终于来临了 而萨鲁回到了他的熟悉的印度家乡之后 也必须面对他在澳洲的亲情的一个抉择 但是萨鲁透过慢慢归途这25年来的心路历程跟感情 他知道他同时拥有两个家庭 而在这本书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失踪的印度小男孩 他的25年来他是如何面对他残缺的人生 而我相信在印度的真实社会 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失踪的孩子 他们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悲伤跟绝望